心灵回收站 所以读了小学后 我就哭着嚎着 让爸妈给我改了名字 但是不管我叫什么 我都是肤白望美大长腿 读了中学后 我的追求者就没断过 从小到大 我被男生追捧惯了 所以在我的心里 男生都应该围着我转 可是我读了大学后 身边追求我的男生不少 我却被一个对我爱答不理的男生 一见钟情了 那时候电视上正在热播 何以生肖默 赵默生拿着照相机 拍到何以称读书的那一颤呢 不知道让多少小姑娘春心暗动呢 而我碰到她时 她也如何以称一样 穿着白衬衫 坐在校园里一处安静的地方 认真读着书 看着她那认真的样子 我想了一个特别土的搭讪方式 问路 她听到我的声音 有些不耐烦 然后用冰冷的声音为我指了路 但是 我还是要了她的联系方式 说以后要感谢她 就这样 我知道她叫任家旭 今年读大案 是我的师兄 知道了她的姓名后 我开始打听一切有关她的事情 原来 任家旭竟然是学校的风云人物 学习好 年年拿奖学金 只是 她家里的条件不太好 所以 虽然很多女生都喜欢她 却不愿意做她女朋友 而她所有的经历 也都在读书上 但是 我不怕呀 我家庭条件好了 所以 我对任家旭开展了一系列的追求 在我的眼里 任家旭就是一个潜力股 在我们确立关系前 我经常用自己的生活费补贴任家旭 其实 我能这样对任家旭 因为 我爸爸也是从小山沟走出来的大学生 后来 爸爸遇到我妈妈 两个人一见钟情 我的外公刚好是我爸爸的导师 他很欣赏我的爸爸 就极力撮合我的妈妈和爸爸 爸爸和妈妈结婚后 为了给妈妈更好的生活 他更加专注事业 很多人都说 我爸爸妈妈的爱情是神仙爱情 而且 我妈妈和爸爸结婚后 没有任何花边新闻 爸爸是奶奶的独子 他们结婚后 想把奶奶到身边一起生活 可奶奶却说 我老太婆在农村生活习惯了 而且 你那小年轻人和我的生活习惯不一样 还是分开住好 后来 妈妈生下了我 奶奶也没有农村老太太重男轻女的思想 所以 妈妈经常和我说 你爸爸是难得的好男人 你的奶奶也是难得的通情达理 在我的热情攻势下 人家旭和我确立了恋爱关系 还在他毕业前夕 将我带回了他家 他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样破 是农村的那种大瓦房 屋子里所有的摆设都整整齐齐的 我觉得 准婆婆应该是一个干净利落的女人 可是 准婆婆似乎不太喜欢我 撇了我一眼后 就拉着我进了厨房 我是一个食指不沾阳春水的人 城里的天然气躁我都不会用 更何况是村子里的土躁 所以 打我一进厨房 准婆婆就开始扑握我 就你这样 连饭都不会做 以后怎么伺候我儿子的饮食起居 我们农村的女人 可都是家里将爱一把手 不仅会伺候男人 还会下地干活 我笑着跟准婆婆说 阿姨 我家里有保姆 而且 我毕业了 留在城里工作 不用种地啊 可是 准婆婆却催了我一口说 嫁进我家来 就是我家的人 种地和收秋的时候 以和我儿子都得来干活 我从来没受过这样的委屈 于是我放下手里的活 哭着要回城里 可是 任家旭不让我走 还把我拉进屋 很温柔地哄着我 说实话 我和任家旭谈恋爱后 他很少对我这样温柔 所以 在他的温柔公式下 我把自己交给了他 我俩完事后 任家旭把我带去了镇子 给我开了房间 让我洗了热水澡 还温柔地跟我说 明天 咱俩就回城里 说完 任家旭就回了家 不过从那以后 任家旭再也没有 让我见过婆婆 她还对我百依百顺 很快 我也毕业了 不过 作为一个土著 我不用像很多毕业生那样 四处找工作 因为 我的家里 已经给我安排了一切 参加工作后 每天朝九晚五的生活 让我觉得 比读书时 还舒适 可是任家旭毕业后 一直没有找到理想的工作 甚至 我没毕业时 还不止一次用生活接济 已经工作了的他 虽然 任家旭偶尔向我抱怨工作 不顺心 可我能有什么办法 我参加工作 已经快半年了 准婆婆突然给我打电话 请我去家里吃饭 我有点受宠若惊 不过 我还是在休息日 和任家旭去了他家 到了任家旭家里 婆婆换了一张腹嘴脸 不仅坐了一桌子 大鱼大肉 还热情地给我夹菜 任家旭还在旁边说 你有口福了 我妈做饭可好吃了 我边吃边点头 不得不说 准婆婆做饭 和我家保姆的手艺有一天 不过 吃到一半时 我才明白 她摆的是鸿门宴 她提出让我家里 给任家旭安排工作 可工作这事情 哪有那么容易 不仅要等机会 更要托人找关系 不过为了任家旭 我还是发动了家里的关系 舅舅说 需要让任家旭 拿出五万块钱 让他们加拿五万 打通关系 但现在工作 实在太难安排了 她虽然进了国企 但职位不太理想 但是 就对任家旭来说 已经不错了 而且她工作稳定后 我俩的婚礼 也提上了日程 只是 我们结婚的时候 婆婆开始装穷 一分彩礼 她还大言不惭地说 她说 那给家旭安排工作的钱 不就是给你的钱吗 我爸妈觉得我委屈 就陪嫁了婚房和车子 我婆婆却四处嚷嚷说 还是历历有福啊 用车子和房子 就买到一个终身饭票 婚礼举行完毕后 任家旭就向我要车钥匙 要给小叔子开 我头一回听说结婚 还要把陪嫁的车子 给小叔子的 可是 任家旭却跟我低声说 快点给我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你不把车钥匙给我 你爸妈也念子 这时一旁的婆婆发出了嚎叫说 我真是命苦啊 娶个儿媳妇都不听话 这时 我明白了 这都是婆婆的计划 于是 我和任家旭大吵一架 新婚夜里就跑回了娘家 任家旭为了安慰我 就和我一起回了娘家 可是第二天 我一进家门 看到婆婆穿着我的睡衣 从我的房间里走出来 她看到我就一屁股 坐到沙发上说 莉莉呀 你都结婚了 又住这么大的房子 我在农村受苦够够了 可得跟我儿子想想福 听着婆婆无耻的话 我都气炸了 又和任家旭大吵了一架 定以工作威胁她 最后 她给公婆和小叔子 在我家附近租了房子 因为住进的 公婆和小叔子的一日三餐 都在我家解决 转眼 我和任家旭 结婚都五年了 女儿也有三岁了 但我过得并不开心 自从婆婆住在了我家附近 她就主动承包了 家里做饭的事情 可是 我和任家旭 每个月给她三千块钱买菜 可她从来没买过菜 做都是烂菜叶子 偶尔有点荤腥 也都是鸡肝 我偶尔嘴馋买回来 婆婆也会骂骂咧咧的 说谁家媳妇都没我这么馋 我不想和婆婆理论 就经常带着女儿回娘家 改善伙食 任家旭也厚着脸皮 跟着我蹭饭 我爱吃海鲜 我爸妈都会给我安排 可是 面对一大桌子海鲜 任家旭却大言不惭地说 爸妈 我妈天天炖肉 我和丽丽都吃顶了 刚好来咱们换换口味 但是 每次我妈炖肉 任家旭都吃得最多 半个月前 小叔子结婚 婆婆说 长兄如父 长嫂如母 要求我和任家旭 拿出五万块钱做礼金 而且婆婆还要求我爸妈也参加 爸妈说 那毕竟是我小叔子 他们却也是应该的 婚礼结束后 我看有好多菜都没有动 于是 我想着 给我爸妈拿一些回去 而且 现在 提倡光盘行动 褒西打包 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 我帮着公婆招呼客人 也没吃多少 所以我一边打包 一边捡些长辣虾呀 往嘴里送 这时 我那一项很严肃的公共说话了 莉莉啊 穷人吃婚 富人吃素 你这么吃肉 将来得了高血压 可怎么办 然后 公共又看向我爸妈说 我说亲家 你们家也太不会交女儿了 居然能吃人家剩下的口水 还专门捡肉吃 是笑话我们家吃不起肉吗 这时 丁克还没有离开 听了我公共的话 都开始对我爸妈指着点点 可公共不仅没有住口的意思 还抢过我手里的打包餐盒 摔在了地上 边摔边说 你们城里人 太丢人了 要不是我儿子喜欢你 我早让他把你这么上不得台面的儿媳妇 休了 我忍着怒气 看向了人家续 可他却只是将头扭向一边 而我和爸妈被他的父亲这样羞辱 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我妈都被公共的行为气哭了 我爸忍住怒火 搂住我妈离开了 而我觉得丢人 抱着女儿和爸妈回了家 回到家后 从来不发火的爸爸指着我的鼻子说 离婚 立刻离婚 我哭着跟我爸说 爸 我会离婚的 不过 我也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说完这些 我带着女儿回了自家 一进家门 我就看到小叔子带着弟媳妇坐在我的沙发上 我的婆婆还趾高气昂对我说 快点把你这房子过户给你小叔子 我媳妇肚子的孩子等着落户呢 我笑着对婆婆说 好的 妈 我的态度 让婆婆和小叔子都感到吃惊 不过 我没给他们反应的时间 我就带着女儿回了卧室 进了房间 我将房产证 身份证等重要证件都收进了行李箱 我很庆幸结婚后 没有在房产证上加上任家序的名字 收拾完这些 我对公婆和小叔说 妈 我这几天联系过户的事 到时候小叔子来签个名就 为了不打扰你们的生活 我带孩子回娘家 这时 婆婆开心地说 莉莉啊 你懂事了 然后 婆婆又对任家序说 儿子 我就说吧 这倒贴得不值钱 回到家后 我就发信息给任家序 提出离婚 可是 在电话里 任家序却说 莉莉 你别闹了 不过 我跟任家序说 你如果不同意离婚 这几年你借着职位的方便 做的那些事情 我就匿名举报到你们单位 在事业和婚姻上 任家序选择了事业 离婚后 我将房子低于市场价十万出售了 办理完这些 我向单位请假 带着我爸妈和女儿出去旅游了 只是 当我和爸妈旅游回来时 舅舅跟我说 任家序已经被单位停职 其实 我早就知道 任家序会丢了工作 因为 我手上的证据 就是舅舅给我的 任家序第一次利用职务之便 做了错事时 舅舅就让我敲打他 可是 任家序那样骄傲的人 怎么听得进去我的劝告呢 不过 我听了任家序的事情后 我并没幸灾乐祸 只是 感谢自己的英明 向他提出离婚 因为 哪怕任家就是一个大火坑 也和我没关系了 以后的日子 我和女儿会好好地生活 而任家序和他那一大家子人 都和我没关系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